歡迎收看大耳畫之 美國時尚雜誌 浮華世界選出了一年一度 全球最佳的衣著排行榜 其中大陸第一夫人 彭麗媛上榜了 這好像中國第二次 有第一夫人上榜 上一次是講宋美齡 彭麗媛真的很會穿衣服嗎 到底什麼是麗媛Style 大陸的第一夫人 真的不一樣嗎 我們今天就要分上下兩集 來跟大家講清楚 中國大陸的第一夫人 現場來賓是聯合報 大陸巡迴特派員 王玉燕 觀眾朋友們好 兩位主持人好 玉燕姐好像在 習近平在廈門任職的時候 就曾經接觸過他 對 那時候有個 他曾當那個廈門市的副市長 然後我進去的採訪過 對 那個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那時候聽他講話 感覺就是 那我絕對不是說 事後再做諸葛 我就覺得說 這個人的將來 挺有前途的 不過老實講 我也沒有想到說 他的前途會大到 當這個總書記 就像我看他夫人 彭麗媛的 我大概沒有親自接觸過 可是有電視畫面上 看他表演 我也覺得說 這個將來 必定還有更遠大的前程 結果人家真的像第一夫人了 那你這樣長期觀察下來之後 就是你覺得就是 他被入選的話 到底是一個 真的是 他真的時尚嗎 還是為了發津 你是以你的角度來看 是時尚嗎 我個人覺得 實至名歸 因為這個那個浮哈世界 這講話很有意思 我們都叫浮哈世界 我不曉得大陸為什麼要把它翻譯成名利場 聽起來就很有同臭味的味道 這浮哈世界 他對時尚的定義 跟我們一般想的不一樣 不是說好像那些明星參加什麼服裝秀 有沒有 最流行的穿在身上 而是說配合這個人 他的型 他能夠穿出他個人的風格 然後造成一股影響力 彭麗媛他就是這麼一個時尚的確實做到了 那浮哈世界選彭麗媛這個這次能入榜呢 最主要就是看見他陪習近平去莫斯科訪問 有沒有 第一張的驚動世界的照片 他挽著習近平的手機門打開 在那麼冷的天氣當中 他穿著那個應該是寶藍色的 那個看起來像軍裝的大衣雙白叩 可是呢 上面又卸了一條淺藍色的絲巾 然後習近平在他旁邊呢 那個領帶同樣也是淺藍色的領帶 情侶裝 這在以前 中國歷任領導人的所謂的第一夫人 是沒有的 真的讓人家經驗 對 就是那麼出彩的 沒有錯 他確實是彭麗媛創造 他的個人風格 我想彭麗媛他穿過的服裝 即便大陸那些就是會大量仿製 就像美國中國米歇爾穿過的服裝 人家就會因為穿起來好像會仿製 但是彭麗媛的服裝 即便是大量被仿製 也不是人人能穿的 因為他就是適合他的型 揚身打造 就是他的我們講的彭麗媛他的風格 他就襯托出那個氣質出來 沒有錯 我們今天在聊 這個議題其實主要是從 《浮華世界》這個雜誌的 最佳名人的一卓排行榜來出發 其實除了這個彭麗媛之外 還有其他人得獎 當然國外媒體最關心的是米歇爾根本沒有入圍 那到底誰進了那個排行榜裡面 我們先來關心一下這個新聞再回來聊 身穿紅色大禮服在台上唱著茉莉花 這是大陸第一夫人彭麗媛在2005年春晚的表演 彭麗媛的穿著廣受好評 跟在今年入圍知名雜誌《浮華世界》的全球最佳衣著榜 取得上榜多年的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 更是繼50年前宋美玲之後第一個入榜的大陸第一夫人 同時入圍的還有英國凱特王妃以及瑞典瑪德林公主 無論是會見各國元首或是接見大使 彭麗媛都穿著本土品牌服裝替大陸做了最好的宣傳 在國際場合當中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的夫人的亮相 她身上的裝扮她的形象當然帶有國家的代表 也會引起各種關注 當年宋美玲的旗袍搭配西裝外套 展現中國女性特有風情 曾讓《浮華》雜誌大為讚賞 現在新一代第一夫人彭麗媛要用她的初衷品味 讓國際時尚圈再度掀起中國風 雲天TV 黃鈺維 陳炯任綜合報導 剛剛看了畫面我還真覺得這個彭麗媛在莫斯科穿的那個打扮 跟蔣宋美玲好像有點像 有點像 對吧 她的彭麗媛個人穿衣的特色到底是什麼 其實就是說彭麗媛她的穿衣的特色 彭麗媛她怎麼嚴格講起來 她有她的一個專屬的服裝團隊 以前都有嗎 其實要講從2002年開始 因為現在從事後看來的話 就彭麗媛的在莫斯科以後的更加驚鴻一片 一路經驗下去了 那那個時候不是大家都在講說 到底是到了哪個本土品牌的服裝呢 一開始說是例外 就是毛季宏的例外 例外這個品牌是96年創立 而且她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就是設計師的品牌 那時候毛季宏跟她的那個時候太太Marco Marco現在大陸很有名了 共同創立外 可是後來兩個人離婚了 不過離婚以後 其實事業上還是好的夥伴 Marco她自己在那個應該是在深圳吧 她有她的設計公司 她創的品牌叫做無用 那彭麗媛不是一服一出來 大家說是誰呢 一開始就說是例外 可是又有報道說不不不 真正幫她設計的是無用 我覺得挺有意思就是說 可能後來這個大陸有自己本身做一個謀核 所以最後發出來這個新聞稿 同一口徑是說呢 但是我綜合整個來看的話 而且加上後來Marco她接受的媒體訪問 就是說她說彭麗媛第一次 隨習近平出訪的服裝是部分是她設計的 但是就是設計完了服裝之後要去做呢 那就是例外跟無用的團隊 一起來完成的 但是彭麗媛其實她在2002年的時候呢 她就很喜歡那個例外 也很喜歡Marco她的設計 就是她原本就已經在穿這兩名牌的服裝 其實沒有錯 而且因為這樣子她跟那個Marco 結成了好的好朋友 所以而且根據Marco 因為Marco在過去 這個女孩子很有意思 她非常獨樹一致 那我聽為什麼特別穿這個衣服 對為什麼 因為實際上大家都也說 那個例外跟無用 是不是他們做的是彭麗媛那樣子 定制不是Marco她崇尚自然 而且無污染 所以她設計的服裝 我看到都是棉跟麻的製品 就像我看到這件 就像明天人穿著這種棉麻的材質 這個穿起來沒有什麼身段 可以顯得出來 不過很舒服 但是Marco會為了彭麗媛 就是來專屬打造 而且非常的精細 從林口開始有沒有 整體這樣子打造這樣子出來 所以這個零二年的時候 其實彭麗媛已經在開始穿 那個Marco設計的 還有這個例外的品牌都在穿 不過那個時候比較沒有幫她說 所謂的量身定制打造 就是說特別主要是這一次的 這個初訪開始為她做量身定制的打造 而且確實是一炮而紅 背後是不是有一個團隊 她幫她 因為當了第一夫人之後 就不一樣了 身份地位不相同 不過我的觀察是說 在以前的大陸的第一夫人 陪她們的夫君出國訪問 就是在特別是外交部門 他們有專門的就是一個團隊 類似那種 如果我們用古代風間思想 帝王的就是衣官這樣 對 那個是衣服的衣 不是衣服的衣 來做點意見 但是我覺得像您說之前的 那個胡錦濤的夫人劉詠卿 然後再找的那個江澤民的夫人王也平 他們穿的那個服裝 就是非常的制式化有沒有 那個套裝 套裝也就罷了 這個套裝還穿著真不合身 我老覺得劉詠卿也是那個套裝 因為他個子就已經嬌小了 偏偏那個套裝的袖子 都把那個手指頭蓋到一半 而且顏色又是很沉的 可是我們可以發現就是說Marco 然後他幫那個彭麗媛設計衣服 最讓人家眼睛一亮的 他採用亮色系 亮色系的設計有沒有 他身上一定會有一個亮點 對 一個亮點 你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我發現說彭麗媛很喜歡 藍色系跟那個紫色系的衣服 所以整個蔡覺得眼睛一亮 然後我剛才談到這個Marco 這個女孩子非常有個性 他在此之前 他根本不接受媒體訪問 然後有媒體要訪問他 我好好玩 他怎麼講他說 媒體說你一定要談談你的設計理念 他就說 你見過吃雞蛋的 一定要看老母雞嗎 所以Marco Marco跟彭麗媛很投緣 他們個性都是很有自己的獨立思想 但是彭麗媛就是說 他非常能夠接受 就是他的而且彭麗媛跟我講的前面幾位 第一位夫人就不一樣 我覺得他應該沒有 就我們剛剛講的那種古代宮廷的那種過去那種女官的 的的的的一個團隊 而是彭麗媛像他跟Marco 他是好朋友 他對於他的好朋友 他喜歡的 而且他信任的 服裝也好 化妝也好 他就會聽聽他們的意見 所以他跟他的服裝設計師是搭配的非常好 而且他的個人的 有長期的默契在裡面 對 他個人的自主的那個觀非常強 但是他能夠接受別人善意的意見 嗯 是 那個彭麗媛其實我覺得他是那種 氣質加分 效果非常非常強烈的一個 個人特色的一個第一夫人 而且他長得確實是很不錯 但是美麗其實是要靠努力的 沒有錯 我們稍後回來我們再告訴大家 彭麗媛做了什麼 會變得那麼漂亮 馬上回來 我們家呀 我父親 嗯 還有我愛人兩個男人啊 嗯 每一次看完春節晚會都要說 你的嘴畫得太大了 因為你本身嘴就大 我不是唱歌的嗎 髒得又大 嗯 說你不應該這樣畫 誰給你畫的 我說化妝師 說你應該跟化妝師說說呀 嗯 那不好意思 我也不敢 那是化妝師的 那時候就覺得 齊金老師太有名了 我哪敢給他提意見啊 我就是覺得大 我自己也不敢改啊 而且我修改了以後 他就亂了 不對了 嗯 但是我自己本人很喜歡這樣的嘴 因為那時候很流行很時髦嘛 你看這個第一夫人在當非常有名的歌星嗎 可以這樣講嗎 歌唱家 他們叫做歌唱藝術家 對 歌唱藝術家的時候其實他非常相信他的專業團隊 他的那個化妝師幫他化即使化成一個血盆大口 他還是尊重他的專業 對 因為他講那個時候 他是一九八二年 第一次上 那個時候還不叫做春晚 就是春晚的前身也叫做什麼春節什麼晚會 然後那個時候彭麗媛還不是特有名 那春晚的首席化妝師叫做徐勤 而且那個年代就流行畫得很誇張有沒有 濃眉大眼大嘴巴 對 嘴唇要特別紅 以我們現在來講叫做血盆大口 那如果是小嘴 櫻桃小嘴畫起來畫挺形 如果嘴巴就大 而且彭麗媛他自己也講 他是唱民族聲樂的 唱歌的時候嘴巴一定要張這麼大 那就想一個血盆大口 但是彭麗媛剛剛說 我覺得他挺可愛 他一方面那個是流行嘛 包括人家徐金是首席的化妝師 尊重他的專業 可是我覺得挺有意思是說 就是彭麗媛他父親 還有這個習近平有沒有 在家也看 看了男人的眼光 還是要在意一點對不對 就實在覺得血分大口 後來等到這個彭麗媛他漸漸知名之後 他說他那時候才敢跟徐金講 不過徐金很從善如流 就說笑了說好吧 為了讓你們家那兩個男人 看著身眼就把你的嘴巴小一點 那他的那個化妝 好像也是徐金教他對不對 沒有錯 因為我看過一份資料是說 他其實原本是不太會化妝的 然後完全聽從那個徐金的建議 自己還用了一套方法去把化妝學好 沒有錯 所以他因為這樣子像我們剛剛講 他有他自己的就像化妝也好 服裝也好 他說都跟他們私交都成為好朋友了 不只是一種公式上的那種夥伴 所以而且彭麗媛他有個特色 就是他聽別人的意見 那他自己覺得這樣子 他別人如果意見的話 他會看說是不是意見是好的 好的話就從善如流 所以我們如果從一九八二年 那個時候的照片 還有剛剛你看彭麗媛的那個 那個時候的鏡頭 一路走過來看他的整個化妝的演變 到現在 他確實是改變了很多 現在他的裝扮 裝扮就是我們講的很自然 感覺不像說臉上像個喬色盤 這樣子喬了上去 他又非常的自然大方 因為他不像我們一般的藝人 可能隨時會有一個化妝師 書畫師跟著他 他要自己弄頭髮 還要自己化妝 所以他必須要學會化妝的方法 而且就是因為我有看過就是說 他的他很多我們叫做 藝術沙龍照 對不對 那個真的真的照起來 有的有的很多的知名的演員 或是表演藝術家 包括兩岸都一樣 他化妝跟不化妝 我們叫做素顏 牽插也會嚇死人 對不對 彭麗媛不是 基本上他的五官輪廓 就挺突出的 而且可以保證人家從來沒有去美容過 不管是大美容 或是什麼小禮美容 修修臉 通通都沒有 他真的是就是那個五官 所以我看過他 因為他現在當然是第一夫人 就已經不是政協委員 在此之前 他當過幾屆政協委員 那去政協開會的時候 兩會的時候 兩會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裸妝 就是說完全沒有裝扮 然後他是因為他是那個 算是軍中 他的軍裝 可是那個整個的皮膚膚質 還有整個看起來 還是非常好看 跟他那個濃妝夜磨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還是也很好看 你不一下 哎呀 這誰呀都不一樣 那麼出來 絕對不是 我看過一個相關的報導 其實我覺得人在紅了之後 尤其在中國 當然他就幫你寫一些 你可能自己都沒有看過的 關於自己的故事 然後他就形容說 彭麗媛 他當時是怎麼跟徐晶學化妝 每一次徐晶幫他化好妝之後 他回去 他就會卸一半 然後另外一半 就自己一樣畫葫蘆 畫好了之後 然後再傳給那個徐晶看 讓徐晶指點他 可是看到這訊息 我就不免要來當柯南 我覺得這訊息 有可能是假的 拜託他從八幾年開始 那個上春晚 然後上春晚去學化妝 那時候哪來的三G手機 讓你傳照片 回去給他修正 怎麼傳呢 開了照怎麼傳 你的懷疑就對了 然後那時候 電腦也沒那麼發達 不過那個 因為彭麗媛的話 工作關係的話 他可能在工作當中 可以慢慢去學習 其實包括化妝 整個服裝儀態 對 我是知道就是說 就像你講 那個時候哪有像現在三G手機 隨時傳過去 那個是有點誇大 但是我知道是 他確實是 因為他跟徐晶是 後來是個好朋友 常常電話在討論 他會跟大家討論這個意見 而且不只是這個 臉上這個妝 包括像這個 因為彭麗媛 他的個性是個非常追求完美的人 所以他早一上臺 他除了妝之外 包括我們曉得上臺的燈光 有沒有 對 那個是非常重要 很重要的 如果導播要整理的話呢 那今天這個臉就很慘 就變得黃臉波 很憔悴 所以徐晶也知道 所以每次呢 那個彭麗媛上春晚的時候 徐晶也會叮囑 那個中央電視台的導播 燈光師 就是給他調的檢驗像 這個仙女下班 仙女下班一樣 所以彭麗媛很開心 他在各個方面 他都有特別是他個人從造型整個化妝開始 他都有他的好友兼這個專家 那我個人只是到目前為止好奇一點 我覺得說他的髮型大概還沒有這個髮型設計師 他髮型是自己弄的 我曾經看過一段他接受香港鳳凰衛視的訪問很早很早以前 他就說那個髮型都是他自個弄的 他自己書的 對 因為他沒有辦法帶書畫師嘛 他全部要靠自己 那像現在就是說 對於這個彭麗媛整個彭麗媛是帶的 我看見有意見的就是對於他這個頭髮 因為他本身是上的這個卷髮 有時候現在當那個第一富人 不可能扎個馬尾 像以前那樣子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他出訪 他就會就把他整個給盤起來 這樣他自己好弄 可是有的時候的感覺 因為他的臉型是長臉 你盤起來的話 他常常那個額頭整個的 整個露得出來 除了臉長出來 而且有時候我的感覺就是 好像改變的頭髮 好幾天沒空寫 就這樣排上去 所以我在想說 彭麗媛可能對他自己的 本身的髮型很堅持 其實如果他的髮型能夠再改變一下 就像Michelle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年齡增長了 也開始搞那個瀏海 然後大家都來搞瀏海 如果彭麗媛的髮型再改一下 又來個彭麗媛Style 那看髮型全部要跟他了 講到這個麗媛Style 其實網路上大陸的網友 應該說大陸的民眾開始在學他 他甚至還去解碼 什麼叫麗媛Style 就根據他出訪時候 他兩次出訪嘛 對 出訪時候穿的那個衣服 然後一個一個就把他的配件找出來 要有珍珠項鍊 要有胸針 要有耳環 另外要穿什麼樣的套裝 他們都一一把他解碼 拆開 對 講到這我就覺得大陸的第一夫人 似乎都蠻喜歡 或是說中國的女性 很喜歡用珍珠的飾品 像彭麗媛 他出訪珍珠的飾品 是他的主要的飾品之一 而且他非常理解就是說 你戴手勢 千萬不要戴得太大 嚇死人 所以他的耳環也好 項鍊也好 珍珠都是小小的 像之前的 他連手錶都是特別挑選 是個黑色的皮帶的錶嗎 我們剛剛畫面上 我發現他的圖畫有好幾顆 而且都是挺好看 因為他人高大 你千萬不要扮那個小的那個手錶 所以他這個珍珠 除了珍珠飾品之外 而且就講說 那要適合他 很 因為他的衣服 我剛剛講過 他的衣服的顏色 已經是亮色系了 而且他喜歡用個圍巾 長的也好 或是紅色的 紅色圍巾有沒有 如果那個時候 飾品再很誇張的話 那就慘兮兮慘透了 聖誕樹掛著 所以彭麗很了解這一點 那對我講的 雖然說有大陸的這個 把他解碼 就把他所有的穿戴鍋 都弄出來 就說你們可以照顏 大家可以一樣畫葫蘆 去尋找這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說 行就是不一樣 真的 不一樣學下去的結果 就是標準的東師 就是笑平 畫虎不成反類拳 對 不過他這個 立遠是戴爾森 在大陸的 吹起這一旋風嗎 沒有 當然有啦 第一夫人的穿著 他是會引起效應的 名人的穿著都會 你看凱特 王菲 他剛那個時候也是 尤其這個 他第一次跟習近平 出訪的那些衣服 大陸的 因為賣得很好嗎 賣得很好 而且因為大陸的 各個的 從官方媒體網站開始 那時候 其實我想 上面也有一個受益 就是要來表示說 新的中國領導人 也有所謂的夫人外交 第一夫人不再指示花皮 從新華社開始帶頭 對於彭麗媛的這個服裝 哇 整個整套的分析中 這麼一帶動的話 當時大陸很多 覺得我們講的三代版出來了 所以三代版 然後強調說這個 什麼服裝的股票也漲了 什麼訂製衣服 如何如何大漲 但是是有大賣 就像他那個 福華世界入選的 那個那套 軍裝的外套 可是我就想說 因為彭麗媛身高 是一百六十五公分 現在他都穿 這麼高的高跟鞋 弄得出來 氣勢就出來 你們想想看 賣了三百件 一開始賣三百件 然後那個包包賣了 一千五百多個 你要說 但是我想 如果說一個身高 一百五十公分的女孩子 穿得那麼大 穿不出那種感覺 穿不出那種感覺 對 不過彭麗媛 刮旗鎮旋風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學著來了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中國大陸的第一夫人 第一次登上了全球時尚的名人榜 甚至還刮起了所謂 立元Style的旋風 網友就問了 那麼第一夫人的服裝 可以帶動愛國心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 一定要分兩個層次講 一個是第一夫人的服裝 可不可以帶動一個消費熱潮吧 另外一個應該是說 凝聚共識的愛國心 對沒有錯 這個愛國心 我們應該把它引申到就是 愛用中國大陸的國產 愛用國貨 對 而且因為中國大陸 就是說其實我常在大陸跑 他們很多本土做的衣服 我講的是平價衣服 而且很便宜的 確實不錯 可是長期以來 就被感覺就是說 如果他衣服是便宜的 就廉價的不好的 然後那些有錢人 還是又是我要買這個外國 做民族名牌對不對 那彭麗媛今天 他穿的是大陸本土品牌的 就是讓大陸人民眾知道說 我們自己的品牌也可以做出 這麼好的這麼合身的東西 不要只是覺得外國的怨亮眼 你看到這個Gucci啊 什麼LV啊就頭暈了 所以他可以帶動 這方的凝聚力 但是就消費來講 彭麗媛其實他本身 並不希望說 因為他這是定制服 定制服很貴 很貴的 那個例外就講說 一套定制服是 5萬人民幣 如果大家都這種消費風潮的話 你反而會造成貧富不均 所以另外也就強調說 因為這是第一副要出訪 但是他們為他量身定制 他們平常賣的 就是所謂的成衣 比較平價的嗎 還是高價位 中價位的 中價位可以接受的 對那像很多人的話 就是迷那個彭麗媛 會不會是因為 大家覺得說 因為終於有一個 就是可以上了檯面的第一副 讓我們感到驕傲 真的從中共經驗制度 來到現在 真的能夠在這個世界圍的上 你看全世界的媒體 都在報導他 讚賞他 而且我甚至覺得 他的風頭真的會壓過米歇爾 這上次 不只壓過米歇爾吧 應該是壓過習近平 因為我們就女人跟女人來比 男人跟男人比 我們看上次 習近平帶著彭麗媛去美國訪問 那米歇爾就用一個聽起來很奇怪的理由 要陪小孩子讀書 對 起莫考了 有人在大陸 那我聽到我幾乎所有大陸朋友 他們都在笑說 米歇爾一定是怕跟彭麗媛站在那邊 對 米歇爾大陸確實有這樣的聲浪 他們覺得米歇爾怕被彭麗媛給比下去 沒有錯 某方面也覺得他們自己有自信對不對 自己的第一夫人的話是不會比美國人第一夫人差 沒有錯 而且但是像米歇爾如果能夠躲掉這一屍 那歐巴馬一定會回訪生活大陸 難道米歇爾需要陪女兒這個做功課不去 那就太失國際外交利益了 實際上早晚會見面 當兩個 中美兩個第一夫人見面的時候 其實應該會蠻緊張的 非常期待 尤其我們看就是那服裝的較量 還有服裝背後的話就各國兩國那個服裝設計師的較量 沒有錯 又在PK 外加化妝 從頭到腳 你可以看從莫斯科到他美國的訪問 中國大陸對領導人的國際形象是很用心 完全不一樣 不是只有彭麗媛 是彭麗媛跟習近平一起看看他們的服裝領帶 大家覺得他們真的是非常登對的一對夫妻 對 服裝改變的 形象改變的 是代表大陸的第一夫人定位也改變的 過去中國大陸的第一夫人好像是一個沒有聲音的人形立牌 明天我們要繼續聊 帶大家去認識大陸歷任的第一夫人 我們明天繼續答案畫質 期待一下 大家給你們看看 我的 幾次 大陸 鳳梯 十ноз 很分享 十� d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